台東縣消防員 拉力賽的主辦單位人員 正合力使用破拆工具 把賽車車頂掀起 因為駕駛還卡在裡頭 25號 拉力賽才傳出 撂腦大車隊的車輛 失控衝入田裡 將農作物壓毀 26號再發生一起死亡 自撞車禍 50歲零性駕駛 送醫搶救不治 46歲的豬姓副駕駛 則是輕微腦震盪 死者的臉書 還有25號 和同一位副駕駛的 車內主觀視角 由於是一般道路 因此賽車途中 經常會因為凹凸不平 全身飛起的驚呼聲 死者還謝謝副駕 帶他飛過終點 結果隔天就發生了憾事 他是比較後面發車 發車 那 他是通過終點 在終點跟停車的中間 我們的緩衝區 就是讓你慢慢停車的地方 而發生事故的 初步判斷應該是車輛失控所導致 失控以後車輛打橫撞上了電線桿 撞擊部位又是車輛最脆弱的側邊 雙B的車什麼車都一樣 就是側邊最脆弱 因為側邊你沒有車頭 沒有車尾的這個緩衝 撞進來他就 他就包 把電線桿包起來了 目前全案已由關山警察分局 關山聯合所依相關處理程序 並報請台東地方檢察署刑事相驗 以釐清該案的發生原因 TVBS新聞 劉警員 台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